筛面粉并不是为了做酥脚的皮 是馅料的重要成分 像原来的话它都是拿锅整嘛 现在都是用烤箱烤 熟面的话是它烤熟了 把馅子一般油一般是熟的 传统点心大油和白糖 是不能缺少的两样主菜 熟面粉的加入 不仅能减弱糖油 带来的甜腻口感 也平添了几分绵软 油面不加一滴水 大油和面粉混合而成 水油面包裹油面 三次擀平卷起后 才能达到起酥的效果 关红梅炼了三十年 一天可以包出近一千个酥脚 给面团捏边 最需历经多次反复练习 方能掌握其技巧 馅料要丰富 以显生意人的诚意 花边精致更要捏紧团食 最后的油炸并不能一次成型 进入二百度的热油里定型 时间要短 然后再放入二百六十度高油温里 小火炸透 酥皮显现 颜色变得黄亮 碰撞出清脆的声响 苏角进入宴席 被赋予主菜的角色后 在蒲城当地便有了热吃苏角的讲究 自然 这种要求讲究时机 不仅要现炸 还要算好时间送到宴席之上 在乡村 苏角的主要馅料 还是以白糖馅料为主 老人们固执地坚守着 物质短缺时 培养的口味习惯 但对沐浴林 他要开拓大城市里的天地 白糖馅 却是他要淘汰的品类 这个口味一定要与时俱进 不是那么甜 然后根据大家的口味 然后一定要做出及时的调整